每年9月聯合國大會期間 海外僑胞傳統上會藉著遊行與宣講 來表達台灣入聯訴求 雖因2020年疫情而中斷 今年僑借社團改以租用卡車 並打扮成台灣黑熊模樣 穿梭在紐約聯合國總部附近 呼籲全球各界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 此外 也在時報廣場啟動全球天燈祈願計劃 希望國際聽見台灣人民想要加入聯合國的心聲 當時仍在紐約的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佟正元也特別到場表達支持之意 共同參與全球天燈祈願活動 在紐約以外的美國地區 從西雅圖 加州舊金山 洛杉磯 呈現 到休士頓 也有許多僑借社團發表聲明活動 活動中提到 市所公認疫情期間的台灣表現 證明台灣能在聯合國體系中成為建設性夥伴 因此呼籲聯合國給予台灣人民及媒體 進入聯合國參訪 出席或採訪會議與活動的權利 至於在美國以外的地區 如加拿大多倫多 波蘭 葡萄牙 馬來西亞等地 也發動請願入聯的相關活動 再次聲明 任何政治考量不應凌駕於全世界人類追求一個健康安全 自由人權 永續發展的未來道路上 聯合國應正視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並廢除長期拒絕台灣參與聯合國組織的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 在第76屆聯大總辯論期間 台灣的13國友邦在總辯論發聲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體系 為4年來最多 未來台灣參與聯合國的聲音 將逐漸被越來越多人聽見